一聽到治安問題 台中市警察局長蔡倉博 馬上掉頭離開 台中市警察局在治安專案報告 強調六都每十萬人刑案發生數 台中市的發生件數最低 台中從第二市場山河滷肉飯都打死人以後 隨即又發生蘆薇潭老闆被槍擊命案 還有洗車場開槍 雖然嫌犯都已落網 但民眾都憂心槍枝是否犯案的問題 市府強調市長盧秀燕雖然因絞傷請假 但一直都有關心 議員批評市府對於治安報喜不報憂 不能一直推說是偶發事件 要求警察局拿出具體辦法 改善人民對治安的感受 我是吳怡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哦 了解